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取回玉玺 科技军卫 一定要记住父王今日的话 父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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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屈身十年 如今要与四方会暗中行动 完成你的遗愿 四方会同门师弟在此接担 却不知中了敌人埋伏 还得我这大师姐前来保护 大师姐 你们的行动暴露了 这里已经被包围了 单子给我吧 你们别忘了 我可是四方会未来第一杀手 苏献林 小心 把单子给我 一起走 两个人走不了 我跟他们拼了 人 师弟 军上 何医 四方会有危险 我立刻去贵高游支援 付小钱我会赶回 你们两个高点动静 赢高公公耳目 是 请军上一定小心 东方警啊 都死到临头了还如此荒野 我看你这个婚金能快活到什么时候 把握我 把握我 快 驾 放进我 放进我 他 他 把握我 都是 は 我 这 我们 更地 堂 我 必然 什么 我 我 你 我去引开他们 你送回此方会 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 走 我不走 我凭什么走 你救了我的命 我要陪你一起战斗 你到底是谁 桂花堂老主 就此别过 原来他就是我仰慕已久的桂花堂堂主 今日竟有如此缘分 刺杀目标是络绎成城主 没想到 他就是死方会派来的人 东方琴 你的命 要定了 走 把担子给我 从后面走 发挤我 锦儿休息了吗 还在和嫔妃 转眼十年妻智 她仍是这般胡闹 怎能按当年老城主的遗愿 继承大统呢 军上整日肆意寻欢 顽固于嫔妃 城中老臣皆是怨言 此话莫要再提 那明日军上请得清云细斑 明日是锦儿的大日子 既然她喜欢 既然她喜欢 就随她去吧 明日人多 务必确保锦儿的安全 是 军上 该起了 老臣们都等着给您庆贺呢 军上 叫我 和您收府 你不想给您庆贺呢 那长得 您对您的事 之意 价义 require 你对您的事 还要做 大学 对 是 杨宗 是 不想搅啊 晨宗 是 这 素兴 是 白 我 是 还是母后关心我呀 走 轻雨 咱们去大殿看看这西域五娘 今日 务必让东方景四在这大殿之上 绝对不能失手 是 自己走 可是正是 太后驾到 锦儿啊 锦儿 如今你也是要做君主的男人了 怎得如此失礼啊 母上责备的是 锦儿以母心切勿 施了体统 尊先主遗愿 我儿东方景已及灌念 今日为锦儿庆祝生辰 寿受惯礼 请尊太后旨意 竟然还有别人要杀东方景 果然是个昏君 我既然接了这单 她的命必须是我的 谁也别想抢在我前面 启禀君上 西域角色的青云戏班 已准备好了 那还懂什么 赶紧开始吧 让我看看这西域第一五级 到底是什么姿色 嗯 滥杀无辜 你们不配做下手 朱公可陪君主尽兴 日后不可如此奢靡 需辅佐锦儿一改顽劣 早日成为这洛邑城新君 恭送太后回宫 今日的生辰宴 恐怕凶多吉少 开始吧 快快快开始 东方景 你这个昏君 今天我就要杀了个人 杨明欲换 抢单抢到我四方胃头上了 给你们点颐色看看 敬礼还你 你们也太业余了 看我表演吧 你们也太业余了 看我表演吧 你不然把谁混合了 我不敢闹 你不敢闹 你不敢闹 这好奔奔的 这怎么倒这个 这是怎么个事 怎么还倒了两个 可能是表演的一部分 哦 对对对对 西域艺术 学士古怪 君尚进了箱子 前往下看看 你是谁 卫民除害 行侠仗义 四方会 蔚来第一杀手 是你 你认识我 你来干嘛 不关你的事 我只要知道 你是不是东方青 是 又如何 那我 便是来杀你的 你确定 是来杀我的 保护军商 我没事 走退下 杀我可以 但你得先活下来等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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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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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这 有毒 你 你看 怎么不动了 来 来 诸公觉得这西域五姬 姿色如何 好好好 那今晚本军就招他士气 军上有何吩咐 母后不喜欢我轻跳 以后咱不看姑娘了 来 你们两个打一架给我看看 打呀 军上 此意何为 刀剑能盖着我们说话什么 军上请示 臣一辈子也学不完 今日杀局已破 就算再行谋话 短时间之内 也不会再想死守 可如果票弃军他们一清酒 不管能不能拿到玉玺 恐怕们再无忌惮了 所以 要和他们比的是时间 秦云 我要你立刻就潜出宫去 寻找玉玺线索 是 不好看不好看不好看 住手 对了 那个西域女子呢 怎么会有人被自己的暗器所伤 只是要传到四方会 我职业生涯可以结束了 不行 绝不能被师兄们知道了 再聊 浑身去死 你就这么嫌弃这根三子 我是嫌弃你 为什么 你先扶我起来 四方会怎么会派这么一个人 来执行任务 既然落到你这魂军手里 要杀要管随你便 我要是眨一下眼睛 我便不是 便不是四方会 未来第一杀手是不是 你怎么知道 当下 老奴求见 嘘 你帮我做件事 我的命 就给你 当真 什么事 本君都不避讳 公公回避什么 是这样的 日间出了刺客 此女子又来历不明 老奴是担心君上 那你是担心本君的爱妃 谁是你的爱妃 恭喜君上 为了任务 我陪你演下去 还想趁机占我便宜 我这是在救你 怎么 高公公还有其他事 差点忘了 老奴给您准备了参汤 赶紧喝了不布参子 有毒 不能喝 怎么 我是说 既然有我了 这些事 应该由我来做 君上 我喂你 喝了会死 君上 我不是故意的 太后 不会怪罪于我吧 太后很仁慈 区区一碗生涛美好 不误什么 对吧 高公公 是 君上 没什么 您说得是 奴才 这就回去复命 你 既然你想要我的性命 刚才 为什么还要救我 你不是说 你的命留给我吗 我们四方会 恩怨分明 你不杀我 我也救你一命 家良谁也不欠谁 刚才 你说让我做什么事来着 下毒高手 自己中的毒 怎么解 今日殿上行刺失败 现在连一碗参汤也没让他喝下 你该当何罪呀 奴才该死 请太后恕罪 区区一个五娘 竟敢破坏本宫的计划 你暗中观察下那女子的举动 顺便查查她的底细 看看她背后到底藏着什么 是 你怎么了 这 有毒 这真理应该也有她中的毒 来人 吃饼 启通 血族 养殖血寒 去 穿胸 赤手 圆虎 继续尘缘继续邂号 人生如飞花花梦 过少阳 三脚 替马为墨 去 鸡鞋头 杜仲 扶灵 呦 男小子 谁愿偏不朽 啊 一刻如幻似梦 不然回首 你怎么能解我的毒 身子不好 酒病成瘾 你用你自己的身子 湿的毒 你的毒那么古怪 不自己试试 忆不了你 你也不用太感动 我救你 是为了让你帮我做件事 而且 你昏倒前也用下来了 好 本是生死之敌 互不亏欠 倒也干脆 说吧 想让我为你做什么 帮我出城 带我去死房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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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真的好吗 一个杀手 怎么能这么无拥无虑 莲未不知名的师弟 四方会未来第一杀手 你们的大师姐 苏献林 终于为你们报仇了 不是未来 是现在 领儿 你已经是我四方会第一杀手 为师终于可以将会长之位 交给你了 师父 第一 第一 孔军 就算你救了我一命 也不能趁人之危吧 二叔 你帮我怎么了 你怎么吐血了 我就打了你一巴掌 你不会就这么死了吧 喂 难道 我还在做梦 梦 简直是痴人说梦 师父 您平时不也总教导我们 人有点小理想是好的 说不定咱小师妹 真就成了我四方会第一杀手了呢 你闭嘴 田狗啊田狗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 这么重要的单子 为什么不通知为师啊 师父 那日您在闭关呢 你闭嘴 还派两个末位弟子去 你们是怎么想的 师父呀 不是闭关之前您交代说有杀了 你也闭嘴 现在好了 灵儿她误闯了洛义府 怎么办 你们说怎么办 那 咱们就混进洛义府 把小师妹给交出来 你闭 对呀 那谁去呀 天狗 潜入洛义府这事 就交于你了 还好还有气 该不会是想和我吧 为之君上灵妃其否 君上还在酣睡 你走吧 灵妃误会了 老奴不是来找君上的 太后 换您过去聊聊家常 我和太后又不熟 聊些什么呀 入落宫可不能如此说话了 会掉脑袋的 说不定 您和太后聊得高兴 奉您做个君后什么的呢 君后 你们君上都快死了 还想骗我守寡 灵妃 您要是再不出来 老奴可要进去了 你敢 此去小心 这万不可泄露 你死妄悔得真是谁 可是我 你 我没事的 但是你还要在家庭中 局里面 我 szczegól士是 没想过 你这个人 你不在家庭中 你不在家庭中 在家庭中 闷着你 你 娘娘伤安勿躁 太后每日这会儿都要送经 一会儿就好 您先喝口茶 你这孩子冰雪聪明 敢不敢和我说些实话 你是什么人 说就说 我是未来 你是想说未来东方景的君后 我的儿媳妇 我第一眼便使你不是寻常女子 有你在景儿身边 我也很放心 趁此机会 你陪景儿出府游晚几日可好 怎么主动提出 让我带东方景出府 这也太巧了吧 你在想些什么 我是在想 太后您如此厚爱 我该怎么报答您 你以后真做了景儿的女人 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又谈什么报答 不过真要做我东方家的君后 你总要告诉我 你叫什么名字 从哪里来 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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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人 母后 母后 姨儿 母后 高公公也在啊 一天到晚处着不累啊 不回去歇会 易儿 不得胡闹 是 母后 听我哥说 给我拿了个嫂子 这次是动真格的吧 他怎么样了 你谁啊 我是 你不会就是那个 我哥怎么变口味了 易儿 休得无礼 我是说 你长得还蛮好看的 只是做我嫂子嘛 好了好了 别没大没小子 之前你跟母后提的事 母后准了 真的 母后你同意我出去玩了 谢谢母 嫂子 清儿 别跑 清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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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怕 清儿 是母后 别害怕 别害怕 母后 你没事吧 你回来了 出城的事我已经帮你办妥了 不过你得先把身子养好 要是毒发了 我就没办法带你出去了 你 你别过来 对不住了 先别出声 军上 没事吧 哥公公 你说呢 军上 该喝身仓了 滚 谁在敢耽误我的好事 我宰了他 任远 很快就好 你 对不起 方才 不用说了 我知道 早点休息 白马 踏过人家 我扰了 无心想 真没想到 这次母后居然能放我出去玩 你可真是我的福西 那你可得好好谢谢我啊 苏姐姐 你不妨跟我讲讲 外面都有什么好玩的 明天出去 我们都要带点什么呀 带上东方锦 presence 那么惦记我哥 还说不愿做我嫂子 那是因为她的命是我的 我可是未来 跟你说这个干嘛 怎么还生气了 虽然这次母后能放我出去玩 都是沾了你的光 可我也给你们创造机会了呀 我可告诉你啊 我和你不一样 我不是这福渊中的人 还有 我有喜欢的人 而这个人不是东方景 听明白了吗 我不是 你喜欢我吧 可是我还想我 可真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你还没进我们家门哪 明日就要动身了 也不知东方景如何了 不好 他是不是有危险 东方景你可不能有事 什么人 不好意思 我不知道你正在 我在运功逼毒 不想被外人吃到 你找我有何事 我是担心有人 会先我一步取你性命 你没事就好 你不必为我担心 待此事完成后 我的命就是你的了 不过在这之前 你得懂得保护自己 知道吗 好 那我先治好你 再取你性命 你不像一个杀手 你也不像一个昏君 在洛伊府莫要动情 我告诉你 我有一眼就喜欢的人 不是你 别足足多情 君上 你眼睛好像一个人 你眼睛好像一个人 你是不是在哪儿见过 你是不是在哪儿见过 我 Twisted the noticing 我爱你 我 我 问 他是不是你的心上人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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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放心了 我才不要等第三日 吃饭 田狗 不 潜入洛义府这事 就交给你了 考官 考官 看您两位一位郎才 一位女貌 应是新婚游玩吧 真是英雄出少年呀 这还以为呢 连下人小哥都这么英气逼人 真是我们店的 你这眼睛看到我是下人呢 看您的 要不 小的先退下了 去 要不 我也先退下 你要我做的事 我都做完了 所以 你要动手了 有件事 我想问你 从一开始你就知道太后会传唤我过去是吗 是 所以你猜到只要我开口 太后定能让我带你出宫 是 你在利用我 是 看不出你竟然这么有手段 最后一个问题 在府里 我们同床而眠 你有没有对我做些什么 在你身边 我睡得很沉 你什么意思啊 我的意思是说 你不是个婚军 我暂且不杀你 四方会我是不能带你去的 我带一个活定单去 那不砸了我天下第一杀手的招牌吗 就此别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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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俩守住前面 你守住侧面 最后一个 你守住后面 我去给公公汇报 禀公公 三人已经出府 伤手也已排除 随时可以动手 等摩天 敌 你 表人会给你们动手指令 是 那 灵妃 谁知道那丫头 跟太后说了 她既然和东方景 一起不清不楚 一起杀过 是 是 是 师妹 糟了 我心里自然有数 是 是 奴才告退 你 不好意思啊 你 天狗 你 那个 那个 咱爹在家知道你们要回来了 在家都等着急了 快跟我回去吧 你 你夫君呢 赶紧把他叫出来 我说的是东方景 是 天狗 你什么时候学得这么不要了 那是我的担子 大小姐啊 府里排除杀手 埋伏要杀你们 如果他死了 你这宝丹也失败了 什么杀手 就是巧枪我担 我 我 你说什么 东方景 是 是宝丹 你不会 把他杀了吧 还好没 东方景 东方景 你 没事吧 我们倒没事 他倒是死了 线索都被你们搞断了 看来田狗说的没错 这里有危险 我们赶紧走吧 什么狗 这是我师兄 他就是 怎么多了一撮火子 我是他大师兄 此处不是说话的地方 跟我走吧 走吧 等下 等下 来 来 我出口边 走吧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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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不记记着啊 走 走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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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路了 分头找 哎 有苦怪 怎么又绕回来了 继续找 走 那些杀手真的找不到这里吗 弥宗林的瘴器有毒 又有惠中长者在此布下奇阵 俗称鬼打墙 你们啊 是第一个活着进来的外人 到了 师姐 恭喜师姐保单成功 是啊 师姐 这一单可真够你扬名利万的了 是啊 是啊 说得没算 什么保单啊 哎呀 我可是未来四方会第一的 师父 我 你们啊 是第一个活着进来的外人 恭喜师姐保单成功 我可是未来四方会第一的 掌 proves 不是 此次出行 你怎么知道东方进是吧 慕语歹人 先歇式二位公ro 遭遇不测 你自己相符 支 請二位公子降罪 没事 喝茶吧 零儿 狗儿 师父 带公子去转转 好啊 这就是练工厂了 我要住这里该多好啊 我要是能像你那样 住府里才好 到时候来找 我给你解慢 这可是你说的 四方会差点酿成大错 请君上降罪 侍君不言 确实有罪 不必自救 快快先请 这些年 也困了你们 挑席君 还好吗 陈等 无一日不再等君上巨市 当年边疆一刹 南北两魔 或是贼藩约定霸占十年 经十年期转眼将至 南疆态度并不明朗 奈何我受制于人 恨无见数 君上 您的身体 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 陈已探得玉玺线索 秦宇已后甲多时 但陈以为 君上应以龙体为重 不予有他 才能救天下万民哪 不碍 我谢两日便可动身 只是设定少年心性 便托于你们照顾了 臣定会照顾好少军 君上万事小心哪 君上 臣有一事 不知 不知当奖不当奖 请讲 莲儿 自小就被我收养 缺了管教 在您身边 恐有冒犯 有他在我身边 有他在我身边 很好 你怎么上来了 莲儿 师傅 我和东方毅过两张 你 我们下车转转 好啊 难得看看我们 北落的大好和珊 哥 你这身体到底怎么了 回去一定得让母后 找御医好好看看 如果再看不好 我就宰了他们 又胡说 我自己身体沉弱 不必告诉母后 累她担心 大方姐 没事吧 喂 我也是伤员啊好吗 你哥是下了保单的 你没有 真没上 保单是吧 我也可以有啊 多少银子 你说 尬活呢 我是不会接的 我们四方会有规矩 要一心一意保护雇主 你想下单呢 那也要等到你哥 彻底安全以后才能在意 到时候 你的单子会经历四方会 别 东方姐 哥 东方姐 哥 你等着啊 我给你找绳子去 你等着 哥 抓住了啊 来 你 你 来 绳给我 哎呀 哎呀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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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东方景 我想明白了 江湖儿女 就应该爱恨有己 不管以后我们怎么样 此刻 我很开心 哥 哥 先把我拉上去啊 你没事吧 闭上眼睛都知道你要说什么 后来这人间 到底遭了什么罪 这个是大师傅 亲手给你熬的 独门秘制灵药 喝了能控制毒性短 其内不再爆发 喝吧 我要你喂我 我觉得易儿 可能更需要你的照顾 这药呢 对症是良药 无症喝呀 便是毒药 刚才是谁要喂他的呀 啊 啊 是谁要你喂 啊 东方公子 啊 你怎么了 不用管他 啊 没事 啊 啊 我已经让师弟们收拾出来两间干净的客房 两位公子啊 看怎么住 他来一间 啊 啊 啊什么 我觉得挺好 你干嘛 你干什么 你可想清楚了 你还是红华大闺女 你想什么呢 从今日起 我要无时无刻 站在东方井身边 保护他 同吃同住 我告诉你啊 这宝蛋 可是我们四方会的面子 比我的命都装住 呃 东方公子这单啊 我是可以替他的 你不可以 不是 你听我 他 他 你这样胡子不好看吗 我就 人家小夫妻恩爱 你不觉得他自己多余吗 走走走走 走 那日在宫中 你明知道我要杀你 为何还能睡得着 不知道 我从小到大 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 不用提防谁 把命交给你 反倒很安心 可能你不像个杀手吧 要杀的话 早就杀了 遇见你之前呢 我认识了一个人 你们的眼神很像 即便自己身陷淋雨 也能为我挡在万人之前 其实你一点都不像个君王 倒像是 一个内心长不大的孩子 孤独地撑着那份骄傲 或许 你不需要吧 又或许 你比任何人都需要 可我想问你一句 你还好吗 至少 现在我很好 你再这么看着我 我怕是睡不着了 不管怎样 至少你还有母亲在身边 我真的很羡慕你 也不知道 我的娘亲又身在活处了 是否还在这世界 千里非杀处取万毒株 锦儿自小便中了毒 传说万毒株可以以毒攻毒 有神效 若能找到万毒株 便能救锦儿性命 明天无论如何 明天无论如何 我都一定要拿到万毒株回来救你 你要等我 你要等我 走 走 早 天怎么这么快就亮了 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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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尾 我有事情跟你商量 没人在这儿说呗 很重要的 师父让你去保护她 你 你怎么还以身相许呢 叶儿 你来得正好 唯凶有所事去办 你既然喜欢这里 就多待几日 等我回来喝风 那太可了 你要不 把苏姐姐带走吧 我这伤啊 还得养两室 安妃 跟君 有事想找你伤 不是 你很大什么 夫君 我来了 不是 我 我今儿我 你等她 你 来 我们坐 你说 她会不会觉得 自己这趟出来很多鱼啊 你不觉得自己很多鱼吗 我答应你 等我办完事 就立马回来接你回府 可是 我得去啊 但你身体还未好 我担心你啊 我真的已经好了 完全好了 你看 还是很虚弱吧 你放心 我要去见的 是昔日好友 不会有任何危险 好吧 好吧 那 喝完这杯酒 就当是 谁也不抛弃谁了 此去凶险 你且先昏睡一日 待我为你取回万毒虫 为你解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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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姐 如果可以 以后 你保护天下 我保护你好了 长风 铭漫长袖 留一抹青春 剑影到孤中 也不准 顺丝相守 如果我能为自己而活 我一定选你 军上 消息 这段时间 桂花楼冷清了很多 许是他再也没有来过 臣 有一个请求 这次任务属实危险 南疆使者密会亲离非杀 玉玺重现的消息 也一定会不进而走 我们北落敌队 也定会出手 军上 您如果暴露 必成重视之谛 臣 愿替军上牵去 千里非杀 曾使我父王亲信 跳起军中将 如果真像传闻所说 玉玺在他手中 那此次南疆使者所约 定有所图 我岂能不去 那我召集兄弟们护驾 不可生长 此等时 知身渴望 可是您的身体如果 你就守在这里 如果有人来过 记得告诉我 是 就有问题 灯方景 干嘛跟着我 你要去哪里玩 我要你管 我警告你 不冲灯过来了 同一个坑 掉了两次 就吵东方景了 救命啊 有没有人啊 你知不知道 此番我出去 是为东方景找药治病的 你非得跟着 要是东方景有个三长两短 你负全责 我坐下 给你帮我 你负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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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 我 不得 你负全是 你负全是 毛病的 我 你负全上 你负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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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又愿意复杂呢 可是生在这洛义府高墙之下 谁又能像你一样 做到表里如意 感爱感恨 师妹 我们在这儿呢 我们在这儿 我们在这儿呢 这儿 你俩在这儿干嘛呢 你别废话 赶紧救我们 快点 来 我找个绳子 来来来来 来 拉好啊 师妹 你们干什么 苏仙灵 你说我会拉我上去的 谁都不能做到表里如意 我也一样 我 没 认为 说 成功 十年前 我北国侍卫 被敌兵包围 spooky 因为等待援军 只好将余下的朴棋军 就地解散 诸位 枉死无异 保存现有力量 待十年之后国库稳定 保景儿纪军位 朴棋军听令 是 就地解散 我父王战死后 有一朴棋萧尉投靠了南疆 之后又以南疆间谍的身份 前回边关 外号千里非杀 搜集情报给南疆 北落 人人视你为耻 却没人知道 桂花楼的重要信息 都是你给的 剖起校尉章进 拜见北落军商 今日你拿回玉玺密钥 千里非杀 便可清白于北落 这是我 你都想起来 广州 这一刻 这一刻 你把你暴露了 这一刻 你不能让你暴露了 我看你们 军生 这便是玉玺宝盒的密钥 十年来 我一直在寻找它的下落 没曾想 是我北落将它悄悄送给了南疆 老城主此番定是怕玉玺被盗 恐密钥也落入贼人之手 如今时机成熟 找到玉玺盒子 可不容缓 番兵双方霸占十年 眼看十年期至 北落多次前世 商谈联手抗敌之策 南疆态度都不明朗 原来是暗中有人在九区 如今宝盒和密钥分开 贝洛敌对便是想要向南疆投城 一时仍有留守 互不信任 属下猜测 他们意在阻止你 即落一城军上之位 若只是城主之位 也就罢了 我是担心 他们有更大的阴谋 军上的意思是 挑拨南北 鱼死网破 来 请 来 姑娘 一路辛苦了 喝茶休息 进了你这青石方 水石皆不可以 会不会在茶里下毒 趁城珠我也知道 自己捡烧 虎子 除虎子 还有 这青石湘 我一直以为 清闭 拨戈 你的宝盒 不知道 南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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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度假小心 是 凤鸣飞针 灌毒珠在哪 你是凤鸣族人 你是谁 你要找的人 查清楚了吗 杀手都是什么人 他们都是我们北洛人 他们派刺客刺杀南疆使者 使南北不能和谈 最后又派人将刺客灭口 我已经联系上了我们此处守将 正在虎足赶来 他们谁也走不了 他怎么来了 宝贝 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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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莎 军莎 张继 张继 虽死无憾 那 那你有没有见到一个小女孩 不 一个女资格 奉鸣飞针 灌毒珠在哪儿 你是奉鸣族人 使者在这儿 姑娘 这些杀手是冲我来的 你快走 万毒珠是不是在你手上 给我 我要救人 万毒珠 就在前往 青石坊的路口 好 等我去到 我来救你 我已经将万毒珠的位置 告诉了她 她却 貌似会来救我 赌却 什么赌卒 她说要救她的父亲 多放 净 灵儿 灵儿 快 分多少 灵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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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放弃了 灵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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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钵儿 灵儿 你看 我 灵儿 这种人都不均匀不均 顺丝相守 明儿 君上醒了 您感觉身体怎么样 我的身体 这万毒株 的确是世间罕有 君上的毒全都解了 也不枉了灵儿 灵儿身体恢复得很好 她说让您好好休息休息 自己出去转转 她受了那么重的伤 怎么可以让她一个人出去 是 这是秦宇的飞鸽传书 这天下 我 你 你 拉紧我 快 楼主 你在啊 怎么气喘吁吁的 我敢风寒 你找我有事 我是专程来跟你告别的 告别 我找到了与我的同行之人 以后 就不能与你同行了 走 冰尚不在此处 出去守着吧 当日一别 你可曾想过 我会再来 你说什么 我喜欢上一个人 他叫东方晴 是吗 他不配你 别装了 东方晴 你为何要骗我 那你又为何要骗我 貌似去去万毒猪呢 因为我不想失去你 如果可以 以后 你保护天下 我保护你好 如果我能为自己而活 一定凶 你是怎么知道 我就是鬼话牢落住的 因为眼睛 是骗不了人的 我保护你 一定会不再叫你 就是死了 我 發言 我 我宜得了 你 你 不 我 我 你 我 我 师父 叶儿他人去哪儿呢 田狗也不在 许是 两人聊得投机 可能是了 他俩还在坑里呢 这边 这边 她们在这里 三天了 你们终于想救我们了 绫儿 是不是还有些不舒服 还是有些头晕 那我来背你 昨天你不还活蹦乱跳地追着我打吗 怎么今天 小心 你放开 大胆刺客 会哪个山头的 我若是刺客 你们早就死于我的剑下了 还不感谢我的不杀针 口气倒是不小 说 谁派你来的 这般无礼 你是谁 我是谁与你何干 他不是来杀我的 算你还有些眼力 只可惜竟让一个女子保护 女子怎么了 我就爱护着她 你这人怎么恩将仇报 我方才救下你 你怎可如此欺落我兄长 谁要你救啊 区区两张而已 郡主 可有受伤 无妨 郡主 我乃南疆郡主 郡主 南烟二 此番前来 是要与你 东方景成婚 东方景身为城主 每日流连于女色 怎堪大任 那个东方艺 单纯软弱 敌我不分 还有那个女护卫 行事鲁莽 犹犹无谋 郡主说的是苏献凌吧 她就是苏献凌 这种人待在城主身旁 难怪北洛衰落至此 不过日后我作为洛邑城的女主人 定会做好表率 甚好 郡主这次到访 怎么不见实者 许事有些是路上耽搁了 不必担忧 过几日便到 只是这大婚事宜 还望太后早做安排 郡主舟车劳顿 还是先赶紧歇息吧 大婚事宜 迟些在意 盈儿告退 灵儿 盈儿 盈儿 生气了 生气 我生生气 生 你来干嘛 我来跟你说一下就是 不用陪你的燕儿郡主吗 她 她可是你的正妃啊 灵儿 这婚约 是我父亲当年定下的 是为了北洛和南疆的稳定 如今外帆旅饭 我不能马上回去 你根本从来都没有告诉过我 我是还没来得及 是没来得及还是不想说 我都没见过她 灵儿你放心 我对你绝无二心 如今 只是权益之策 你不用跟我解释这么多 我是一个民事里的人 我理解 那便好 我就知道你会理解 这个南疆郡主呢 虽然自识甚高 性格蛮横 但也不是坏人 应该还挺好相处 我困了 我要休息了 灵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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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说理解的吗 灵儿 你给我些时间 我不会与他成婚的 东方医 我希望你不要将近日府外发生之事 告知他人 听见了吗 你是说我报你之事啊 你乱说什么你 啊 不好意思 对不起 对不起 真是个鱼目脑袋 我近日可是要袭击你们的人 身为少君竟然敌我不分 日后怎么保护着洛玉成子民 你 你竟然说我敌我不分 我可是救了你的人 话我已经说完了 告辞 刘伯 讲 你也看到了 我兄长与林妃心意相通 感情深厚 我不希望你的出现 破坏他们来之不易的情谊 若北洛必须履行婚约的话 我可以勉为其难与你成婚 你什么意思啊 真不知道 该说你愚蠢 还是该说你单纯 你可知 我们身为一方之主 打出生起 命数就已注定 你怎可把婚姻当作儿戏啊 我南江郡主 这辈子注定只能嫁给洛玉成 一城之主 方才的话 你与我讲讲也就罢了 若传出去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基于你兄长的 成主之位 你可别乱讲啊 话我自然不会乱讲 只是想告诉你 生在这种家庭 过分良善可不是一件好事 刚刚这话怎么听着这么耳熟 对 兄长也跟我讲过 我们的人全死了 密药呢 十有八九 被军上拿走了 落到他手上 想要再强可就不容易了 太后 我们为什么不 杀他容易 我想要的 是彻底摧毁他 我不明白 太后 您既然想要摧毁他 又为什么要让苏县灵 用万毒珠救他呢 你觉得是你接近他容易 还是苏县灵接近他容易 当然是他呀 哦 我懂了 为何这么久 还查不清楚他的身份 难道需要哀家亲自教你吗 不 太后 你能猜这就去办 一定 查清他的底细 灵儿最喜欢的桂花糕 希望他已经消气了 灵儿 灵儿 太后 万毒珠已找到 军上的毒已解 您大可放心 哀家果然没有看走眼 灵儿真是一腔孤勇 此次出行 和锦儿可还融洽 融洽 此次南燕儿突然到访 哀家也是没想到 哀家知道你和锦儿 上次匆匆一别 竟没注意 这是君上的父王 正是 锦儿竟不曾对你提过 他倒是向我提起过一些 灵儿啊 哀家对你甚是喜欢 哀家知道 你和锦儿情投意合 只是这一次南燕郡主 突然到访 想必你心中定是不快 不过哀家可以找理由 把他们的婚事给推了 你看如何 不必了 太后 是我的 便是我的 不是我的 强求也无用 您说是吧 太后 起床 喝汤 灵儿 你不生气了 谁说你气 我才没生气 那你还熬汤给我 万毒株是以毒攻毒 虽然你毒已解 但对你的身体的损伤 还是很大的 宝单没结束 我可不想让你死了 你就是心疼我 谁心疼你 赶紧喝吧 这什么东西这么难问 这里面都是珍贵药材 行 喝了大补 这里面放了灶心土 鸡石板 武灵枝 蝉芝皮 这可是我收集了一晚上才找到的 不准土 你 你们成何体统 陈氏正是头脑清醒之事 你们不读书习武 既然在这里 陈茗玉南欢女爱 我真是看走眼了 她在胡说八道些什么呀 喝完了 你什么时候学会撒谎了 说 还有什么事瞒着我 那日你去青石方 是去干嘛 我不告诉你 是怕你卷肉进来有危险 你不信我 我可是未来四方会第一杀手 我知道你厉害 我知道你厉害 但是有些事 我还是要自己去解决 不告诉我是吧 不是说 我自己去查 这个东方景 果然不是什么名群 郡主 郡主 不好了 有什么事慢慢说 别这么毛毛躁躁的 南疆逝者死了 什么 死了 阿迟 你能不能不要 你还要像一个鬼魂一样跟着我 我是担心郡主您的安危啊 他们本事在通天 这里可是洛义府 我能有什么危险 那我们要把南疆逝者死了的消息 传回去吗 张晋死在了洛义城的地盘上 这事要是传回去 正好找了他们的道 眼下最重要的 是寻找密钥的下落 随后 再看是谁 不想让南北结盟 谁 敏珠 是我 少君 东方义 你来做什么 我来看看你 那日 我看你从高处坠下 还是蹭伤了 区区小伤 合足挂齿 小伤也是伤嘛 我到时间练武了 请回吧 你可知这药 可是我们洛义府的密药 头上不消三日便能痊愈 全府能有这个待遇的 可不超过三个人 我没事 你走吧 你瞧 当时我抱住你 接住你的时候 我回去都痛了好久 你怎么能没事 我男将儿女 没这么矫情 我平生最讨厌大男人 唧唧歪歪的 阿迟 送客 请 少君 我们身份有别 日后还是少来往 以免让外人言语 可 郡主 少君 请 阿迟 阿迟 你苏回南疆 大婚之事 不能再拖了 是 太后怎么这么晚还在佛堂 那我就先探探你的请令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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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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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是我 跟我来 启禀太后 老农求见 我在书席 门外候着 盖拉那张脸 是谁 一张不应该再出现的脸 原来你早就知情 我只知母后不是我的亲生母后 却不知竟然是她 她 翼儿的生母 父王的侧妃 可她十年前就应该在府中大火中死去了 也就是说 她一直在假扮太后 那 臣太后已经 有件事 我想向你坦白 万毒珠 是太后让我去寻的 但我想不明白 她若是要害你 那为何让我去寻碗毒珠来解你的毒 或许她亦不在解毒 只剩你搅局罢了 搅局 或许 她是想利用我接近你 得到她想得到的东西 你还好吗 我没事 我只是担忧翼儿 她一直以为她的亲生母亲早就死了 如果现在告诉她母后还活着 那她该如何接受这一切 我不想她过我这样的生活 变成另一个我 变成另一个我 没有人 能够真正地感同身手 我自小 无父无母 但我一直念着她 我始终相信 未来的某一天 或许 我能和她们再相见 所以你也一样 只要你相信 就能得到你想要得到的东西 我会一直陪着你 护着你 绝不让你一个人孤军奋战 可我这样支离破碎的人 不值得你这么对待 那我便一片一片地将它们捡起来 帮你拼凑完整 送你的 这是什么 这是你的第一个碎片 小时候呢 我跟师兄常编这个碗 送给小时候的东方姐 喜欢吗 谢谢你 我很喜欢 那 那就把药喝了吧 快点 要不 要不 我们 还是别跟她说了 尽管她活得简单点吧 燕儿郡主 燕儿郡主 你怎么 你们燕儿郡主呢 是 回少君 郡主出门了 出门 有时候去哪儿吗 郡主想要将婚期提前 所以前去寿康院同太后商议 你当真喜欢 你当真喜欢锦儿 当然 通过这几日与城主的相处 我发现 城主是一个值得托付终身的人 来 喝茶 少君是有什么事找郡主吗 哦 进来 吃个事给你们吃的 少君 少君 太后 是不喜欢燕儿吗 燕儿何出此言呢 燕儿只是觉得 太后好像不是太赞同 我和城主的婚事 好 燕儿说笑了 你们的联姻是老城主指派的 哀家怎会不赞同呢 只是需要一些时间准备罢了 南燕郡主 大可放心 婚期我父王会定 他希望 可以尽快举行 那就由你父王定夺吧 燕儿谢过太后 太后有何吩咐 不能再脱了 南燕儿必须死 是 太后 你怎么啦 哦 有个东西想送给你 送给我 拿来 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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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骗了 你又骗了 这 这是我母后 亲母后留给我的 那会不会太贵重了 要不 给你你便拿着 拿那么多废话 你 喜欢吗 喜欢 是 你 母后便告诉我 珍贵的东西 是要送给真实的人 心灵 声使是 横子 嵌 宿不尽 想4里充 夜不顾那场 流入神囚 烛衙心事哪儿 上面相不坍 好像下雨吧 要不 我们进去多多吧 怎么突然送我东西呢 不愧是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吧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什么 你 你什么你 不是 我 我什么我 快说 你那日 问我为何要去青石坊 其实我去找千里飞沙 是为了拿 开启玉玺之河的密钥 密钥 也就是说 只有找到了密钥 才能开启玉玺之河 拿到了玉玺 你才能掌握兵权 成为真正的城主 这有什么好隐瞒的 你为何不早点告诉我 东方景 若我也像你一般 你若我也像你一般 凡事都欺瞒你 你做何感受 那我当然会生气了 我方才可是把一切都告诉你了 你这人怎么这样 我是逗你呢 我都瞒了你这么多次了 你瞒我一次又如何 况且 我相信你 不管你做什么 必定有你的原因 当真 当真 那 还等什么呢 你干吗 不是你说不让我在等了吗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找玉玺去 可是 目前还没有玉玺的线索 肯定是在太后那儿啊 我们趁她不在 然后再溜进去 你来干吗 我有正事要与城主相伤 你确定不回避一下吗 凌儿 凌儿并非外人 有什么事 在这儿说就好 我此次来只为一件事情 还望城主坦诚相告 我南疆使者携带的密钥 是不是已经在你的手上 是 人是你杀的 人是你杀的 那我知道了 我们之中 有贼人 我的意思是说 府中有内奸 眼下南疆和北落 已经不起再几分争 大婚之事不宜再托 免得让贼人趁虚而入 我不管之前二位有多恩爱 我和城主大婚 是注定的事情 不动我 我要 我回避 云 城主 默要因儿女思情 动摇射击 就 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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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好 我 我 凌儿 你无需将她的话放在心上 她说的没有错 东方景 若是没有现在的我 你会像现在这般 备受制工的 有了南疆的联姻 太后也好 西凉也罢 她能给你你想要的一切 应该和她成婚的 若是没有你 便没有如今的我 你说过 会将我的碎片一片一片捡起来 拼凑完整 也会一直在我身边 而在我身边的 也只能是你 儿时母后便告诉我 珍贵的东西 是要送给真实的人 眼下南疆和北落 已经不起栽起纷争 大婚之事不宜再拖 谁啊 东方意 苏姐姐 我能给别人下个宝丹吗 给谁下宝丹 南疆郡主 南疆郡主 南疆儿 眼下南疆和北落 已经不起栽起纷争 大婚之事不宜再拖 免得让贼人趁虚而入 婚期我父王会定 他希望 可以尽快去刑 不能再拖了 南疆儿必须死 苏姐姐 我能给别人下个宝丹吗 给谁下宝丹 南疆郡主 南疆儿 灵妃 你们是一伙的 你可知 刺杀南疆郡主的后果 你今日若是杀了我 便是陷东方锦于死地 我 刺客在哪 刺客不就在这儿呢吗 苏姐姐怎么会是刺客 要不是有人给你下了宝丹 我断不会来救你 今天 是我误会灵妃了 多谢了 你不必谢我 你说得对 若是你死了 便是陷东方锦于死地 另外 我没有那么善度 燕儿性子直爽 索性 今日把话说清楚了 我对你从来没有敌意 之所以要跟东方锦成婚 纯属是为了南北之河 你不必解释 我自恃清楚 你怎么会知道 有人要刺杀郡主 知道了就是知道了 总之 从今日起 我都会守在郡主身边 断不会让她受到任何伤害 我在 她便在 太后 又被苏贤灵的臭丫头给搅了局 废物 一击不中 对方肯定会有所防备 你以为还会有第二次机会吗 太后莫要生气 还有一件好事 奴才 奴才 查到了苏贤灵的身份 这 这是苏贤灵母亲的 她竟是柳如梅之女 灵儿来了 太后 坐吧 怎么回事 毛手毛脚的 还不快给灵妃拿套衣服 是 无妨 太后 天冷风寒 别着凉了 太后 不必了 哀家这是在关心你 你又何必刻意推辞呢 去吧 威儿 退下吧 是 灵儿 我带你去个地方 跟我来 进来吧 进来吧 没有人生来就是孤儿 除非她的至亲死去 族人被杀光 这就是奉鸣图腾 你我都一样 我们都是奉鸣族人 当年奉鸣一战 我们族人几乎被屠戮殆尽 这么多年来我苦心寻觅不得 没想到我的同族人 静在我的身边 灵儿 你可知是什么人 将我们族人杀光的 正是这被离我的君上 静儿的父亲 东方一天 东方一天 启离君上 玉血之河的线索已经确认了 就在这府中 府中 你知道族人死在自己眼前的感受吗 我忘不了那一双双的眼睛 就那么挣扎 我忘不了那一声声的哀嚎 惨叫 每一声都饿在我的咽喉 我无数次想要冲出去 和他们同归于尽 但是我忍住了 因为我要让东方一天 让所有同路我们凤鸣族的人 血债卸偿 我只想告诉你 不要忘记仇恨 因为仇恨是这世界上 唯一能使你清醒的事情 我们必须要为族人复仇 我替你没有信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可计军位 吾儿啊 一定要记住父王今日的话呀 你可知你的母亲还活着 你说什么 这是你母亲的名字 不可能 我母亲不可能还活着 这不可能 你带我去见她 你带我去见她 我帮了你 你也得帮我 你要我怎么帮你 想见你母亲 带玉玺米娅来见我 十八年前 凤鸣一族在西北起兵造反 被仙城竹林飘起平地 凤鸣一族擅渡巧遇暗器 以藏独之非真文明 号凤鸣非真 族人立凤鸣一战 散走四方 凌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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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你可以告诉我 我母亲的下落了吧 凌亚 凌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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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 authorized 你这是跟阿迟学的吗 进来吧 等一下 你又要做什么 我先试试有没有毒 你这若是中了毒 我更没办法交代了 我 我身子五强 八字硬 你这又是何必呢 万事还是小心为上 我不能再让你出任何意外了 我是说 你身为南江郡主 在我洛义府中出了意外 那就不是你一个人的事了 你怎么在这儿 我在等你 东西 我已经物归原位了 我给他的不是真的 你不必担心 凌儿 这不重要 即便你拿走了 一定有你的原因 不管什么原因 我还是隐瞒了你 我说过 我欺瞒了你那么多次 你瞒我一次不算什么 你从一开始就知道 我不属于这里 自当我出生起 我便将我这命 与洛义诚绑在一起 我曾以为 为洛义诚而死 便是我的宿命 直到我遇见了你 如今你说这些都没有任何意义 我们不可能在一起了 凌儿 我身在四方江湖 自有惯了 爱 自是爱过 但我不想你为我改变些什么 我知道 你不会舍弃之洛义诚 而我 也该去寻找我自己的处处 这个还给你 就当我替你保管了些事 我记得你跟我说过 这是你生物送给你的 我很羡慕 至少 你们还有些回忆 四方会苏献林 就此别过 有 更你 何人 NYU 百姓 大夫 大夫 今处 这是我们南疆王的首帖 汪太后尽快准备大婚事宜 我王已定好良辰吉日 七日后便可让郡主与城主完婚 哀家已知晓 待我谢过南疆了 告退吧 董方义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我马上就要跟你哥成婚了 你整日这样跟着我 你觉得合适吗 只要保证你能不出危险 什么流言蜚语我都不怕 你不怕 叶儿郡主 叶儿郡主 来人啊 穿太医 哥 不好了 叶儿他 宿主里他 说 林儿他怎么了 叶儿郡主 来人啊 传太医 太后 事情已半头啊 传太后一旨 灵妃下毒 谋害南疆郡主 证据确凿 立即收监 等候发落 哥 哥 不好了 叶儿他 苏姐姐他 说 零儿他怎么了 母后说 苏姐姐给燕儿下毒 将他抓起来了 哀家真是看错你了 没想到你竟是两面三刀之人 你以为你能跑得掉吗 你让我做的事我做完了 你让我做的事我做完了 又是何意 苏献灵 事到如今你还来这趟 你以为你拿个假的东西糊弄挨家 挨家就看不出来了吗 我原以为我们骨子里流着同样的血 我原以为我们骨子里流着同样的血 背负着同样的仇恨 但我万万没想到 但我万万没想到 几万族人的血汗深仇 在你眼里竟比不上一个男人 他没有做错什么 他父亲的罪 已经用死来偿还了 血海深仇 难道要牺牲更多人的性命 造就着更深的仇恨吗 你不是想知道你父母的下落吗 那哀家便告诉我 你父亲苏元杰 奉明族降流 带着几千奉明男儿 抵御洛义成几万大军 灭族后他的头颅 就灌在城墙上示众 不晒时日 直至被群鸟灼尽皮肉 你母亲柳如梅 身怀六甲 却被一箭穿堂 你原本还会有 更多兄弟姐妹 可惜他们都 未能来到这个世上 你骗我 你说他 你说我母亲还活着呢 你骗我 他们原本是应该活着的 不要他说了 你不想抱着血海身仇可以 那哀家便装装渐渐都告诉我 我要让你知道 我凤鸣一族究竟经历了什么 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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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忘记自己仇恨的人 不配活着 你是凤鸣族的耻辱 不要 有行 怎么还不行 真不是那灵妃作祟 若真是她做的 她为何帮忙便夺 还写下药方将于我呢 若郡主再不行 我第一个杀了她 郡主是在我面前倒下的 若她有罪 那我也有罪 那我第二个便杀了你 母后 既然南江郡主的婚约 是以络绎成主 请准许有让位给翼儿 翼儿便可与她成婚 若是你不愿留后患 大可将我处死 如此 也不会有更多无辜的人 被牵扯进来 来 东方姐 事到如今你还行行坐台 你我斗争多年 有些话 不需要我再多说了吧 你既然拿到了玉玺 便已知晓了我的身份 我想要的 你应该非常清楚 可苏县灵 是你的童族血脉啊 若你还想让她活 就用玉玺来换 你 Вид吧 上山 玉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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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s 是我 这么 玉玺 干什么 干什么 承主 我带你出去 抓刺客 拿下 君上 人我待定了 我看谁敢来 君上 您别为难老奴啊 那你尽管试试 你来 我就去吧 走 咏 你来吧 来吧 你来吧 我来吧 来 若郡主近日再不行 我便将她带回南疆 她一定会醒的 我会陪着她 东方请 你这是明知在跟哀家作对 我只不过想救下我所爱之人 南烟儿怕是醒不过来了 母后就算你有虐蟹 你也阻止不了南北两国交战 那就像太后将我处死 向南疆赔罪 母后 万万不可 母后 燕儿醒了 母后 熊熊你 放过燕儿吧 你此刻便可杀了我 以为你族人的在天之灵 我替我父亲 向你和你的家人 还有所有死去的奉命族人道歉 汤酒楼容易头晕 我扶你起来歇会儿吧 有劳了 太医说 你还需要休养几日 不 等一下 他乖我 没照顾好你 这府中城外 想对我图谋不轨的人太多了 防不胜防 你就算知晓了又如何呢 这不怪你 翊儿 你这是做什么 母后 我知道我没有资格这样求你 这么多年来 你将我视如己出 我也把您当作我的亲生母亲 你能不能看在我们这么多年 母子感情的份上 求求你放过嫣儿 嫣儿只想让她能好好地活着 高公公 将嫣儿带走 母后 母后 求求你 放过嫣儿 母后 求求你了 母后 母后 让她在房间里好好思过 放开我 母后 母后 求求你了 母后 放开我 嫣儿 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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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让所有人 给方明族 给我们母子 以死谢罪 你醒了 这是哪儿 鬼话楼 我们第一次相遇的地方 对不起 是我没有保护好你 对不起 母后 母后 父母 太后 母后 父母 快就死时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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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刻 这个金疮药效果很好 要记得用 接下来秦宇会在这里照顾你 等你恢复 走得越远越好 好 有些事 我不得不去做 我替我父亲 向你和你的家人 还有所有死去的奉鸣 做人道歉 对不起 既然南将郡主并无大碍 那便遵循婚约 你和南燕岸大婚如期举行 当年之事并非那么简单 其实也不全是老乘主的错 当时北洛和西梁战时吃紧 我风水源却遭人偷毒 一夜之间 我北洛战时检员过半 老乘主收到是奉鸣人所为的情报 怒不可遏 于是下令踏平奉鸣 我当时仁为言轻 劝阻吴国 后来才知道是错误的情报 待朕向大白之后 老乘主追悔莫及 甚至想以死谢罪 是我们拦下了他 其实当年 面对奉鸣族无辜的孩童 我们也无法下手 于是 就将所有的幼童 都留了下来 不止我一个 战后 老乘主命票弃君 将这些孩童送至各地 寻良善家庭收养 而你仍在强保之中 身体虚弱 几近夭折 便养在票弃君的隐匿驻地 我们都希望你能 无忧无虑地长大 便从未告知 你真实的身世 那你们可曾想过 我一旦知晓此事 我该如何面对你们 无论如何 我们的双手 都曾经沾染过凤鸣人的血 你此刻便可杀了我 以为你族人的在天之灵 我已被人损住 我都曾经拟住 我以为你 您不得用 你为你 我以为你 您可欣 你 你 你们十八年前的血不会白流 五万凤鸣族人的仇 今日我一定会让北洛血债血偿 奉太后一旨 为南疆与北洛世代友好之响 特完成先祖遗愿 北洛南疆结为同盟 许北洛主军东方景 与南疆郡主南燕儿 与今日大婚成佳人之美 不告天下贤史闻之 钦此 君上 该更衣了 有些事我不得不去做 我替我父亲 向你和你的家人 还有所有死去的奉鸣族人道歉 对不起 你和我一旦 我 来 你和你何人 你和我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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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旦 和我一旦 你和我一旦 和我一旦 你和我一旦 你和我一旦 吉时已到 行交拜之礼 请合景之礼 请合景之礼 儿时母后便告诉我 珍贵的东西 是要做的真事的 珍贵的东西 零儿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零儿 零儿 这一遍便是绝别 终究还是到了这一波 我早知我们不会有结果 却仍忍不住对你喜生欢喜 我不走 我凭什么走 桂花楼那日 我要陪你一起站住 你浑山珠落 眼里毫无距影 一往无前的模样 竟然我久久无法忘怀了 在你出现以前 我每日被梦魇纠缠 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 是你的出现 让我的生活有了念想 你如火光一般 照亮了我黑暗的世界 灵儿 我真的好想丢下一切 和你一起走 无奈 招来寒雨晚来风 惊一场大梦 重要心 原谅我的自私 这条路 终归得我一个人走 你不应该被卷入 就让我去终结这一切 偿还所有的恩仇 何其有心 何欲无情 就此别过 愿你一生顺遂 喜乐无忧 只要你相信 就能得到你想要得到的东西 我会一直陪着你 护着你 绝不让你一个人孤军分战 东方青 等我 驾 驾 老丹七仙未到 我来旅渊 你不该来 我说过 我不会让你过去分战 大胆反贼苏献灵 竟敢冒充南乡郡主 来人 放肆 此乃我灵妃 全部退下 锦儿 你千万不要被这贼人蛊惑 说 你到底把南疆郡主藏哪儿了 燕儿 燕儿 是我 母后 你把燕儿怎么了 燕儿在哪儿 燕儿 这里不关你的事 母后 求求你 不要杀燕儿郡主 出去 是 你还要装到什么时候 侧妃 休得胡言 你好生看看 我可是你的亲生母亲 你根本不是我的母亲 哪个孩儿不识得自己的母亲 你假扮我母后 夺走属于我母后的一切 这数十年我战战兢兢 如履薄冰 没有一天不想知道自己的母亲 是否还活着 我恨 我恨我没有能力和你抗亏 我恨我没想到十年前 那场大火死的是我的母后 我恨我才发现 假扮我母后的人是你 你根本不配顶着我母后的脸活着 不得无力 你到底被这个妖女下了什么药 下药的人是你吧 我父王之死 我喝下的神汤 还有此前南疆郡主中毒濒死 全都是她一手为之 对 她不是太后 她是凤鸣族公主 林梦月 十八年前凤鸣之战 你死里逃生隐姓埋名 想尽各种办法 来到这洛义城 一心只为了复仇 如今你想让南疆郡主死在这大殿之上 为的就是引发两国之战 可你何曾想过 这一战 如若真的发生 要连累多少无辜百姓 就像当年的凤鸣族人一样 才遭牵连拥掉性命 高公公 全国运行在此 见死物如现老城主 谁敢不停号令 跟随君上 跟他们拼了 有毒 你们还愣着干嘛 杀我 别费力气了 他们都是我的人 你 苏献灵 我一次又一次给你机会饶你不死 而你却为了一个 屠杀我们全族的人 而抛弃你的族人 你如何对得起我凤鸣族死去的几万亡魂 我不想连累百姓 更想护住 你 我所爱情 好啊 今日 我要让所有人 为我们凤鸣族陪葬 我一次又一次给你机会饶你不死 而你却为了一个 屠杀我们全族的人 而抛弃你的族人 今日 我要让所有人 为我们凤鸣族陪葬 骗子救护驾 南战将士 坐下 凤鸣族陪葬 你这个疯女人 竟敢动我南疆郡主 北洛容得了你 我南疆 可容不了你 颜儿 给我让开 母后 统方医 刀方医 叶儿 刀方医 傅献凌 这一切都是因为你 你们 永远将我 凤鸣族 我 对不起 灵儿 那日在牢房 我是真的怕 我宁愿自己去死 也不像你有死后的危险 我知道 但我既然选择了你 便是同心同体 以后 你不要一个人扛了好吗 我发誓 自此我们便是一体 今日我便跟你下一个 一生一世的宝丹 从今往后 我们护对方周全 伴对方走友 你愿意接他吗 我愿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方 那就别忍着 我不会再像之前那么矫情了 当日事发突然 没来得及告诉你真相 对不起 我不怪你们 我知道你们是为了我好 这十多年来 兄军一个人扛下了所有 是时候我这儿落一车 负起我该负的责任了 以后 我陪你一起 儿子 童谣 依儿 对于骆业城的百姓来说 留着什么样的血 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成为一个好城主 以后 骆业城就交给你了 兄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决定了 从今日起 以后我的名号就叫做江湖第一女侠 那便让我这江湖第一女侠夫君的称号 也想撤江湖 你放着洛逸城城主不当 却想当江湖第一女侠的夫君啊 与你倚仗天涯 这便是梦想成真 对了 城主给我留了个礼物 他让我出城再打开 资文四方会苏献灵 品行 是梦想 泼辣 行事不拘 恐其 体虐于雄君 这个东方 东方医 姑儿今日特此下诏 命四方会苏献灵 从今往后 万不可欺辱 殴打凶君 定要将她好好呵护 宠爱一生 白头偕老 听到了没有 戒指 这个东方医 我找她去 仁儿 从今往后 你就是奉旨宠君了 我最佳哪 一个人穿过晚霞 在余遂 我身旁飞跃而上 飞起白马 踏过人家 我饶了 我心生牵挂 风 轻轻沿着 只要你 踏着缓缓 无法被 花楼下 行动刹那 在身风 只一 光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